有道是想要了解一座城 就要逛逛博物馆 8月31日 石仁阁来到了乐山博物馆 了解这座以乐为名的城市 在解说的过程中 杨弥勒古灵精怪的言论 甚至引起了讲解员的哈哈大笑 博物馆中有不少面带笑容 造型生动的陶涌 引起了石仁阁极大的兴趣 最后博物馆向石仁阁 赠送了踏片作为礼物 下一站是麻浩岩木 这可是一段有点神秘 有点刺激的经历哦 因为石仁阁要进去千年古墓 寻找珍宝 今天的重头戏是 慧翠石刻佛像的东方佛都 东方佛都共有三千多尊 大大小小的佛像 石仁阁仿佛踏进了一座 展示佛文化千年神韵的大观园 而看到其中一尊佛像时 我们的杨弥勒笑开了怀 这就是这种美丽的地方 和石仁阁和石仁阁 很难以认为一个地方 比较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